近日,AKOMD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局在洛杉矶举办第23届净化空气颁奖典礼 向那些曾经为净化空气品质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或团体做出表彰及表达敬意 我们早先有一个我们每个月的董事会 那我们在这个董事会里面,我们今天所谈的几个案件 有一个是加强我们这个大家共乘车辆的 就是一般大的公司有250个人以上的这个员工的话 能够奖励他们能够鼓励员工上班的时候 上下班的时候能够共存车辆或者打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 这方面的法规,那还有一样法规呢 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个紧急的这个柴油的这个引擎 在有emergency的时候这个引擎要怎么样提供 能够减低他们的柴油的这个污染的问题 那这个郭给我们一些的指示 叫我们再回去再多研究一下这方面 那今天的这个event呢 从来参加的 刚刚开始介绍有许多这个民意代表 地方上的这些领袖在这些活动上 那还有很多的工业界的朋友们平常一厢跟我们一起这个工作 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彼此都完全同意 这是在管制的方法上 但是大家的目的是一样的 都希望这个南加州的空气是越来越好 所以有很多这些工业界的朋友 很多学校有些研究机构 他们专门在这个空气污染防治上 这些他们多年的努力 能够在这个机会看到他们 尤其是自己或者他们的这个同仁呢 在这里被接受这个被recognize 所以这是一个很高兴的一个event 每年有这么一次 就希望也是我们对大家的一个谢谢了 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单独来做 甚至需要各方面的配合 工业界也要能够愿意配合 一般的厂家他们也在个人的研发上 他们努力呢 甚至在学校里面 他们也有很多的这些的研究的 这些新的技术出来 那地方政府呢 他们有些人也愿意 不是因为受我们的法规的管制 而是自愿的提出许多新的 这些做法检低 他们的能源的开 的销售 的使用 这些方面的一些的活动呢 都能够帮助空气的清洁 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谢谢他们 当天数百位宾客参加了典礼 AQMD也一如既往的 向外界大力宣传空气品质 对民众的重要性 以及AQMD的作用 中央电视采访报道